沈郎经他一提,仿佛才想起来这是在朝堂上,于是宣萧定妃拜见,群臣的目光立刻齐刷刷投向了大殿门口,这可是传说中的定妃世子,救过皇帝的命,且还身具萧嫣两世的血脉,就算如今淹世已倒,光凭他萧氏嫡长子的身份,都能在京城掀起一番风浪来。 此次竟然如此阴差阳错地在剿灭天窖的过程中回来,实在是太让人好奇了。 醉沉萧定妃近见,吴皇万岁,一道响亮的嗓音,悲痛里强压着一分激动,众人心头皆是一阵。 定睛一看,走进来的是位身形齐长,五官出挑的男子,穿着一身实青紧缎压金线的长袍,眉宇之间同立在前方的定国公萧远果真有些相似之处。 只不过那唇边眼角多几分风流不羁的气性,竟也有些让人不可小觑地跪起。 打他从外面一进来,沈郎的目光便定在了他的身上,几乎将他从头看到了脚。 一刹之间,心中已是翻江倒海。 只是他已坐在皇位之上四年有余,更莫说前朝夺敌时早历经过朝中种种轻压。 喜怒已不轻易形于色,反倒是哈哈两声笑了起来,显得龙颜大悦,连那张原本因挂了几分病气,而显得有些阴依的脸都透出几分红润来。 道,二十年了,二十年了,朕可万万没料到还能见到你。 快快平身,快快平身。 这皇帝真他妈能装。 萧定飞跪在地上,只觉得膝盖疼,想在天窖的时候都没人敢叫他跪。 到了这狗屁朝廷来还一堆规矩。 只是眼下这情况,一个眼不好连脑袋都要掉,他也只敢付肥两句,面上却是一片感动得起了身。 眼泪更是说来就来。 十几年前,当乞丐在街上要饭时的卖残本事,可谓是一点也没丢下,人在大殿上就泣不成声。 二十年一去,远别京城,身陷天教,不能解救圣上于危难,不能效忠于朝廷,最沉,最沉。 定国公萧远就在旁边站着,可以说是一路看着萧定飞回来的,只觉跟他像个陌生人似的,也没什么接触。 哪里料到,他上殿一败,竟然如此。 一时间,他整个人都惊呆了。 沈郎还镇定些,目光微微闪烁,一副十分疑惑模样,好端端的,怎么自称起最沉来? 萧定飞早把词背了个滚瓜烂熟,张口便道,当年平南王攻入京城时,最沉与圣上皆是年幼,岂敢令圣上涉嫌? 终居爱国,臣子本分,一去赴死,不曾想过能活下来。 平南王那狗贼见到我时,便立刻派人拉了宫中的太监来辨认。 臣子又为圣上伴读,宫中太监也大都认的。 只是一如当时皇后娘娘,不,现在该称太后娘娘了,不出太后娘娘所料,那棋子阎人虽然认出我来,却也知道天皇贵咒谁是正统。 臣依据皇后娘娘的交代,还不带那燕人开口,便立声自称为孤,择斥了对方。 那燕人果然不敢戳破我的身份,平南王便以为我才是太子。 朝野上下知道当年事情的也不多。 无他,二十年前平南王大军入京时,先将满朝文武杀了个干净,压根都没活下几个人来。 之后提拔上来的官员,年纪自然也比原来轻了不少。 若非如此,四文臣中如谢威者,纵功劳再大,区区不道而立的年纪,是断断不能做到朝廷三姑之一的太子少师之位的。 此刻听萧定妃续来,不由惊心。 这才明白,原来当年的事情还多亏了太后娘娘坐镇,出了奇谋,敢用礼带桃江之计,才保住了圣上性命。 萧定妃心里嘲讽,面上却是真真切切地抹了一把眼泪。 叙道,平男王乱臣贼子,恨先皇至极,当即便叫人把我绑了起来,要用以要挟先皇。 我便要求他们兑现承诺,将那三百余男童放了。 平男王当时就笑了起来,说大丈夫一言祭出,四马难追,然后,然后。 说到这里时,竟有些说不下去。 十二流冠冕垂下来的细细珠串在沈郎的脸上覆盖了淡淡的阴影,也让旁人难以窥探她的面色,只听得她问了一声,怎样? 萧定妃便骤然跪回了地上,竟然痛哭,然后便把所有人都杀了。 三百个小孩子,尸身全都从门楼上扔下去,堆在宫门外。 金鸾殿上,灯石一片悄然。 谁也无法想象,那是怎样一副令人不忍目睹的惨状。 萧远的面色,也阴沉下来。 谢威静静佇立在前方,眼帘低垂,眼睫也搭了下来,挡住了眼底的变换。 沈郎则叹道,此乃阵的过失,朝廷的过失。 此言一出,满朝文武都战战兢兢,却是谁也不敢接话。 唯有萧定妃的声音一直传来。 他也不起身,仍旧跪着道,罪臣一剑之下,也有心想要抢出去阻止。 奈何人为刀阻,我为鱼肉,实在没有反抗之力。 平南王见我不老实,便使人将我囚禁。 不久后,通州封台两处大营的援兵来了,反攻京城救驾。 平南王欲以我为妖邪,将我绑到两军阵前,岂料援军早知圣上当时已安然无恙,照打不悟。 平南王这才知道众计,圣怒之下,举刀便要杀我。 那天骄的万修子打了我两个耳光,立声问我,到底是谁? 罪臣生在公侯之家,既知贼子大势已去,当凛然赴死,便说,我叫萧定妃。 平南王与万修子,这才知道罪臣身份。 罪臣本以为必死无疑,不曾想这二人贼心不死,苟急跳墙之下,竟绑了臣到城门楼上,那时率军而来的,正是国公爷。 国公爷三字一出,所有人都是心头一跳。 天下岂有儿子不叫老子,反而如此生疏地换作国公爷的道理。 便连沈郎一向不动声色,也不由微微瞇了瞇眼。 萧远却没注意,也不知是不是因为萧定妃的话,想到了当年的场面。 面容上隐隐然一片铁青,难堪极了。 谢威仍旧窥然不动。 同在闻尘那一列的顾春芳,拧了拧眉头,接了一句, 那平南王与万修子既知道了世子的身份,想必又起贼心,要以世子来要挟国公爷了。 萧定妃便朝他看了一眼。 剑是个糟老头,其实没在意,但勘战的位置比谢威还前一点,便知道多半是头老狐狸,于是也算恭敬地道。 大人您猜得不错,那两个贼子打的正是这个主意。 罪臣当时年纪虽幼,却也知道轻重,万不敢让来源的大军陷入两难之中。 那平南王教阵之时,对罪臣鞭打责骂,臣咬紧了牙关,未敢哭上半声。 那才是个不满七岁的孩子啊。 锦衣玉食,天之骄子。 两军阵前受人鞭打折辱,竟能紧咬了牙关半声不吭,又当是何等的心智和毅力。 朝野百官也都算是有见识了,听得萧定妃此言,想象一下当时的场面,不由都有几分唏嘘怜悯。 沈郎的目光却投向了萧远。 事情已经过去二十年了。 萧远不禁回想起来,色声道,当年出事时,陈不在宫中,带率军持援京城时, 的确曾与平南王逆党两军对垒于城墙下。 对方的确远远抓了个小孩称是臣的嫡子,可远远地看不清楚。 一则那小孩并未发出半点声音,不哭也不闹,二来为人臣者鞠躬尽脆死而后矣, 便那真是臣的孩子,当时也顾不得。 事已犹豫片刻,为做理会,静止打入了城中,本想要生擒两名贼手, 不想那两人脚底抹油溜得太快,终究让他们给跑了。 如此说来,当年的事情,前后一英细节,竟都是对得上的。 只是沈郎仍有些不确定,当年与他同窗半毒的那个孩子临走时回望的一眼, 如同水面下降时露出的废墟一般,缓缓浮现在了他已经很是模糊的记忆里, 与此刻下方萧定妃的那一双眼重叠起来,又逐渐清晰。 难道竟是他误会了? 萧定妃却是中军之臣,当年替他去时,并无半分怨气。 而母后当时,房太一手留了燕夫人在宫中做人质,时事起人忧天。 沈郎手搭在那纯金铸成的二龙戏朱符手上,慢慢道, 可后来成破时,却未找着你人。 彼时国公爷也十分担心你,可在宫门前那栋成山的尸堆里, 只找到了你当时的衣裳与玉佩,是他们并未杀你。 萧定妃道,这便是臣的最处。 他又朝地上磕了个头,陈咬紧牙关不出声时, 那平南王已经怒急,要取臣性命。 天教那贼手万修子却说,留臣一命有大用。 臣当时便遇了却性命,可那万修子见机太快, 将臣拦住后,竟绑了一路,带出京城去,逃至江南,囚禁起来。 臣囚死不成,便想知道他们到底适合打算, 熬了一阵之后便假意顺从。 过了好些年,博取对方信任后,才偶然偷听到, 原来万修子这老贼留臣一命,要收服臣心。 乃是为了将来有朝一日,找机会使臣重回京城,恢复身份, 便可名正言顺地掌丰台通州两处大营的兵力,当他们的傀儡。 且臣之死必将在硝烟两世之间带来嫌隙,燕夫人乃是臣之生母,燕木乃是臣的舅舅, 若已臣还活着的消息又知,未必不能拉拢侯府。 满朝文武皆是心中一领,听到这里时无意不想到了先前永一侯府暗通反贼一案。 当时便疯传有搜出奇语平南王、天教等密党往来的信函。 其中一封信函说,当年的定妃世子还活着。 所有人在南书防疫室时都认为这是天教故意用来引诱永一侯府的耳, 没想到竟然是真的。 再回想侯府一案,忽然之间前前后后的不合理,都变得通透起来。 顿时有人常叹了一声, 爱,万臣贼子实在是可恶,所算之身,所谋之后,实在令人发指。 只是往昔永一侯府也实在太糊涂, 无论如何也不该同这些人有往来啊。 便是定妃世子当年没了,也是尽忠而没。 侯府这般作为,难道竟是还敢对圣上有所怨对吗? 谢威垂在身侧的手指悄然紧握, 一股协力之气在他胸膛里激荡奔闯, 却被关得死死的,找不到一处宣泄的出口, 反将他这一身皮囊撞得满是流血的疮痕。 萧定妃跪在地上,视线索急处只能看见谢威垂下的袖袍与衣角。 可纵然瞧不见他神情, 听见有大臣说出这话时也不由地心寒发颤, 向这人看了一眼, 心里直接在这人脑袋上画了个叉, 全当他是个死人了。 沈郎又问,那此次你竟在通州? 萧定妃便道, 天教中听闻宫一城被朝廷抓了之后, 生恐他受不住行, 说出天教诸多秘密来, 遂派了重兵前去劫狱。 且若将宫一城救出来, 便可使他筹谋将陈送回京城的事情, 是已派了陈一道前去。 这才阴差阳错, 机缘巧合, 为这位谢先生所救, 得以从天教脱困, 活着来面见圣上, 沉明圆尾。 众人听着, 都没觉得有什么问题。 沈郎也叹了一声, 原来如此。 只为独下手立着的张遮, 眼帘一线, 冷不丁问了一句, 倘若真如定妃世子所言, 世子在通州时知悉节育而归的人中混有朝廷之人, 心里该十分高兴才是。 原和危急之时, 竟反向天教乱党拆穿张某乃是朝廷所服之人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